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又说新冠状病毒传到外国后 就有些变种了 这些真的不是新闻 因为新冠状病毒 其实是一种叫RNA病毒 即是说它的遗传物质 是用RNA,即是跟我们不同 我们用DNA,它用RNA RNA病毒其实不停在变种 或者可以叫做变异 即是有些免疫 其实它的免疫率 即是变异的机率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这个病毒的变异率会这么高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RNA病毒 它里面有RNA 它有个核 在核上有些结构的蛋白 有些尖尖的 我们叫做S蛋白 这个S蛋白就是这种病毒 用来黏着肺细胞 上高那些叫做Ace2受体 Ace2 receptor 即是说这个病毒 靠这个S蛋白 黏着肺细胞 然后就进入侵身体 人体感染 这个病毒 如果进入了我们身体之后 它就要复制才可以散播它 但是复制 它需要一些酵素 有些M才可以 我们把这种长方形的绿色 就是酵素 这个RNA 就要黏在酵素上 开始复制过程 这个就是RNA 这一条 下面这条 就是RNA 就是复制出来 这样 这个House 有个特质 就是说 它做事 很不小心 就是说 你叫它这个House 如果你帮我复制这个RNA 出来 Excel也一样 就最好了 但是它每一次做 就有些做得不像的地方 可能有些脱脱漏漏 有些地方就有些不同 这样 这个新做出来的RNA 的copy 有些少不妥的 你看到这个红色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Mutation 这个有个便移 就是说 大体上它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 总是有些地方不太多 不像的 就是好像 例如我有一幅画 很喜欢的 那我就拿上深圳的油画村 叫它 帮我画一幅 要Excel也一样 但是 可能我找个师傅 不太好 画出来 就大体上差不多 但是总是有些地方不像的 你叫它画多一次 都是有些地方不像的 这个RNA 它里面就隐藏了一些instruction 它就进入了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 它就会叫我们的细胞 帮它做事 简单说 就是帮它做一些病毒的各个component 就是它的部件 然后把它砌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病毒 然后就离开细胞 周围散开去 但是如果它新做出来这个维存物质 这个RNA 就是有些变异 有些不同的话 就有机会影响它最终 做出来那种病毒 就可能和原本那个 就有些不同的 那我就假设了三个可能的情况 可能的情况 会发生的 第一个就是它 这个虽然有些变异 但是它因为这个变异 所以它大体做出来 那个病毒 基本上就和原本那个病毒是一样的 那么那个维存物质是有些变异了 但是呢 就因为它太少了 所以就这个病毒做出来 样子都和原本那个 都是一样 那么如果它的样子是一样的话 那你都可以预计它那个 就是比如感染力 它引起病的严重性 应该和原本那个就差不多 这样 那么这种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这个变异 就有少少影响了 它做出来的病毒 就总是有些 就是拔鸡豆皮 就是说它有些地方 你就会看到它做出来的病毒 那么它这个绿色的 这个表面的蛋白的抗原 就有些样子不同了 就是说 原本是圆绿绿很漂亮的 但是现在好像有个缺口 那就是说呢 就有些少改变了 那么这个改变呢 因为它这个结构呢 就不是说主要是 好像S蛋白那些那么重要 病毒就不是主要靠这个绿色 这个抗原呢 就黏在我们肺的细胞那里的 所以来说呢 那么这种病毒 虽然呢 这个样子就和原本那种 就有些少不同 但是呢 那个感染力 或者引起的病 那个过程呢 可能都不会差很远的 那么因为它都是 还有这个完整的 正常的S蛋白可以 黏在我们肺细胞里面 那么所以这种病毒的感染能力 那个致病能力呢 都和原本那个病毒呢 差不多的 第三种情况呢 就不同了 这种呢 就有些决定性的影响了 那么这种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如果那个变异呢 是在遗传物质 在RNA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变异的地方 是负责制造一些 就是那个S蛋白出来的话 刚刚才那里有些变异了的话 那么它最终做出来这个病毒呢 就主要那个S蛋白的样子 就会和原本那个就不同了 如果这个不同了的话呢 就会直接影响到它 黏在我们的细胞的能力了 那么它可能是差了 也可能强了都不出奇了 看看它是怎样变化的 那么就有机会呢 就完全影响到那个病毒的感染能力 啊 致病能力啊 那些非常之难以预计的结果 会怎样 那这样东西呢 应该是比较少的 但是如果万一真是这个S蛋白那里 那里呢 有些变异是非常之明显的话呢 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 就是想着发展出来的预防针 那个效果的哦 因为呢 我们的预防针呢 其实呢 就主要呢 就是针对这个S蛋白这样的 就是说 无论我们用旧的方法 我们呢 就将一些 就是S蛋白呢 就由病毒那里培养出来 分离出来 那接着呢 就将它制成针 打到人那里引起抗体反应也好 或者用现在说的新方法 用一些遗传物质呢 叫我们的身体呢 就自己做一些病毒的S蛋白出来 从而刺激我们身体呢 产生一些对抗S蛋白的抗体也好 那如果那个S蛋白呢 有些重大的改变呢 我们做出来的疫苗呢 就未必真的能够对付到这个病毒了 我们真是求神拜佛呢 都不希望它短时间之内呢 那个遗传物质变异到一个地步呢 影响了这个S蛋白的样子 那希望这个不会发生呢 总之这个病毒呢 就不断在变异中的 就是由你开始看这条片 到到你看到现在条片尾呢 那那些病毒其实已经有些改变了 那你想一下 全世界有多少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每个人身上呢 就有多少这种病毒 而这种病毒呢 那个复制的频率又有多大 每一次它复制里面呢 都有机会出现这种minor变异的话 那你就可以想象到呢 那个变异的速度有多快 那当日在武汉开始感染人的病毒 那和现在在美国 在意大利 在日本感染人的病毒呢 可能已经有少少分别了 那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 那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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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